新議會民進黨團表示 縣長林之廟是第一個被伊特蘇洗前最起訴的政治人物 地檢署所公布的起訴書多達142頁 因此特別印製檢方發布的20頁起訴書新聞稿 方便縣民了解案件的真相 日本裡面有尖堆地檢署 检查的內容 筆錄還有感染的部分 有真相性的文字率用 歡迎我們鄉親來收出 回去後慢慢來研究 這其中辦法貪污 生死 遺作分析 這非常嚴重 我今天沒看到林之廟出來解釋過 他這個是不是贏 是不是嫁 他覺得說他真不丟臉 一直說政治不丟臉 可以讓大家看到 林之廟是怎麼樣的欺騙社會大眾 是怎麼樣的在騙我們所有的縣民 然後造財 化抓財 黨團進一步表示 事實勝於雄辯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民眾親眼看看 起訴書的相關內容 這是林之廟縣長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改變的鐵證 8月29日起 民眾就可以到民進黨公職人員服務處 索取相關資料 誠實面對 公開道歉 誠實面對 公開道歉 我希望說你把責對起訴書的內容 把我們宜蘭官民交代給清楚 這樣就沒問題了嘛 你交代不侵持就兩句話而已 政治追殺 司法破壞 我希望你要誠實面對啦 一個起訴書 誤網誤重 我相信司法都會呈現在這個起訴書裡面 所以呢 歡迎所有的鄉親 能夠到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鄉鎮的這個民進黨團 以及我們所有縣市議員 包括了這個所有的這個服務處 都可以請歡迎鄉親來鎖取喔 自己有做不做 我相信心來很清楚 他經常說 簡單做人 實實在在會好空 會不會嗎 不然這樣 因為我們 這個檢調單位搜查出來 這麼多的這個弊案 簡單做人 實在做事人 擁防八字到五十個虎頭的人 應該對連累得到的的同仁 來作證 對社會代表來作證 PTSD 把 Palm 疏實で 你沒希望им復住這個團隊了 跟他貼 icing Fortом 要貼niqi 作證 Altering 是必然的 立即向社會大眾來道歉 向你的同仁來道歉 另外 前代理縣長陳 сптрも 陳金德今天也親上火線 針對羅東1558D號的土地增值稅 以及98D號臨時建築稅 展延期限的相關流程和疑點進行說明 去向不明 跟你106年2月有沒有做農用是兩回事 106年2月農用是因為 讓你免徵地價稅改課填付 那土增稅呢 它動畫條例37條第三項 以及土地稅法39-2條民載 你沒有在命期改善 限期改善日之前完成改善 仍然 所以後來已經農用 所以仍然課土地增值稅 那麼所謂他們進行總部是我任意展延 問題關鍵在108年的8月 10月22號 縣務會議通過修改 遺漢線臨時建築管理辦法 因為本來管理辦法只能展延一年 但是他要使用到109年的2月 就已經超過一年了 一年的日期是108年的11月23 所以他去修法 為什麼修法 是因為他們要給韓國瑜進行總部用 而且這是縣長林芝廟打電話給吳曹琴交代 林立寧跟吳曹琴說 這件事情要處理 然後呢 陳振勳他1558第號的土增稅要解決掉 他們才會出具土地同意書 讓這個98號第號可以作為進行總部使用 這個顯然有對價關係 所以他們已經違反了這個貪污自罪條例裡面的 那麼這個以不當的手段 謀取不正利益 藝人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那麽 好